好 那麼朱立倫現在好像要希望 能夠促成侯郭沛 侯友宜現在已經被國民黨提名 要出戰2024的總統 復仇人選說有可能在7月 會公佈到底是誰 大概兩個多 兩個月以後吧 到底有沒有可能侯郭沛 說這樣是共享權力 而且嚴防分裂 到底有沒有可能 另外挺郭沛 也在希望說能夠有侯郭沛 侯友宜說未來 問侯友宜那意思是怎麼樣 因為副總統要總統提名 侯友宜說未來讓郭董 在專長領域 為國家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到底會不會提名 郭台銘做他的副手 沒有講清楚 國民黨 而且郭台銘要不要 我認為郭台銘不會要的 郭台銘如果沒有出現 國民黨能夠給他 他想要的東西嗎 這是聯合報問 郭台銘到底想要什麼東西呢 他其實什麼都有的 他要什麼東西呢 另外也有黃建廷勸乾脆 郭台銘出不分區第一名好了 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 將來做立法院長好了 而且可以促進 在立法院促成藍白合作 可以推動法案 那郭台銘會不會接受 也不知道 那民進黨就是 這是戳湯圓 你這個什麼還沒還沒選 就開始分這個分那個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有網路媒體爆料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3月12號曾拜會 郭台銘更當面跟郭台銘說 不要那麼辛苦參與選戰 理讓你列國民黨不分區 立委第一名 讓侯友宜選總統 而對於這提議 郭台銘不置可否 僅撒毀這也要問問主席 願不願意啊 黃建廷則表示會回去請示 兩週後黃國兩人再碰面 黃建廷劈頭則說 朱希也贊同 不過郭台銘依舊沒正面回應 反倒認真開始全台 跑透透 郭台銘董事長的高度 是要做事而不是做官 這一件事情是看低了郭董 這樣子的傳言 我認為不恰當也不必要 郭董應該也不會這樣做才對 相關傳言 藍營立委嗤之以鼻 但黨內氣氛卻很詭證 因為黨中央不證實 不否認 綠營立委則趁機見諷插針 當這個立法院院長 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有那麼多需要調和 他會不會受傷到一半 就耐不住性質罵人了呢 國民黨有這樣的提案不意外 只是為了單純把它戳掉的話 說不定還違反了選辦法裡面的 戳湯圓條款 郭台銘的下一步 民進黨隔山關虎鬥 國民黨驚叮就怕出亂子 好 那麼郭台銘有可能接受副總統 接受立法院長 接受其他的職位嗎 來 李翔 我們剛剛幾個人好像討論了一下 說這個海基會是不是一個可能 因為海基會 當然這一部分上 其實剛剛回應到這個趙大哥的問題 趙大哥說這確實很多錢 這大家都不能否認 這客觀很多錢 但我想他會參與總統的選舉 應該是說錢之外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權嘛 要的是發言權嘛 要的是論述權嘛 要甚至於是兩岸論述權 所以海基會會不會是一個可能 我認為其實是啦 那為什麼會特別提到海基會這部分呢 海基會它其實過去幾年 當然因為這個兩岸的一個關係上 所以沒有辦法發揮一個作用 但是未來如果 這個國民黨他順利當政的話 是不是他可以掌管 到兩岸的一個交流跟互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能性 可是我覺得這時候 大家就應該思考到說 他畢竟是鴻海最大的股東 鴻海大部分的這個業績 也是來自對岸 同時也說鴻海也是可能 台資來說最重要 投資在中國的一個企業上 會不會有企業跟政府之間的 一些不當關係 我覺得這個可能大家要去思考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回到一點 因為剛剛其實曾宇有發言 但曾宇可能還漏掉 還沒有提到一點關鍵 就是今天還有另外一個人 也獲得提命嘛 對不對 就是你的老闆嘛 對不對 這個柯文哲 但是為什麼要提到柯文哲這一部分 因為我確實覺得 現在在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氛圍之下 接下來的選戰 因為過去是以個性 這是初選的部分 或者徵兆的部分 當來到選戰的時候 其實就是政策 政策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 會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我們如何要確保 兩岸的和平穩定 國民黨認為我可以透過交流 對話來改變習近平 改變中國對我們的企圖 民進黨說 我們今天還是要透過國防 跟世界的合作 會比較切實一點 但是今天我覺得柯文哲最妙 柯文哲說這都不關我的事 這你們自己去談就好了 我就只要去抓這個 所謂的年輕人的票 去談一些就是比較花絮的議題 穿新的西裝等等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擔心 包括我覺得在座 很多國民黨跟民進黨 就是說柯文哲到底 透過這樣的論述 會吸到多少的票 那我最後一點 其實我覺得我個人會有一個期待 就是說當然我剛剛提到 初選或徵招 這是一個個性的一個角逐 但是針對大選其實一個政策 我自己其實也打過大選 大選其實包括你有政策擺皮書 包括對於國防 包括對兩岸 包括對台美 外交等等 你都要提出有肉有料的一些政策論述 這個是目前我們還沒看到 侯友宜提出 那代表不是說怪他 因為他也剛出提名對不對 但接下來我想選民確實會有個期待 要看到具體的政策論述到底是什麼 那鄭宇 其實我覺得藍綠都是這樣子 我們來說一下就是 就像剛剛宜翔說的 到了大選 其實個人特質就相對的重要了 政黨當然是有相對的關係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 他最強的是什麼 組織 然後柯文哲最強的是他個人特質 以及他對社會上的 不管是民生 國際或者是經濟 都有他獨到的見解 所以他在個人特色上 絕對是碾壓這兩位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目前為止 可能大家最隱隱會來討論的地方 就是他對於國政的論述到底為何 當然董哥剛剛說了 等你選上之後 國民黨這個團隊 才會進駐來協助侯友宜 但是在這個之前 你如何來爭取 所以這才是我們對於侯友宜 很大的疑慮 就是說他也許是國民黨最強的人選 但是2024他是最強的人選嗎 這是我一直不斷 我在邵光哥的節目裡面 我都有提到的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你說 會不會有侯郭沛 我再說一次 真的不要糟蹋郭台銘董事長 如果今天像怡翔說的 海基會董事長 他就做好他自己本身的董事長就好啦 他不需要去 好像被人家任命 好像就是給他一個位子 好像就是要好好的整合他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國民黨要盛防這樣子 是不是又用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郭台銘我相信他今天會出來參選 他什麼都有了啦 他要的其實是歷史定位 他要的是對台灣能夠付出哪些事情 這才是郭台銘他要的 所以你說今天幫他配哪一個 立法院院長也好 或是海基會董事長也好 或者是副手也好 你認為郭台銘的人格特質適合當副手嗎 這才是大家要去討論的啊 所以不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像似乎郭台銘沒有拿一個位子 好像就是因為他不團結 所以今天整合不起來 就是郭台銘要不到他要的位子 我覺得這樣太早打人了 我個人覺得每一個人都在討論說 到底他跟國民黨有哪些的deal 我覺得這也是太小看的郭台銘 你知道我們在心理學裡面 有一個非常或管理學裡面 有很多人就會提到馬斯洛的理論 馬斯洛的理論就是告訴你說 你基層的生理滿足了 你會慢慢的往安全的滿足 然後到愛跟自尊的滿足 然後之後到美到知 然後最後到一個自我的實現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要透過 所謂的位置或所謂的利益交換 才要把辦法達到他的自我的實現 以郭台銘目前來說 什麼都有的狀況之下 我同意他可能需要 對他自己有一個挑戰 可能對他自己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他從一起到西藏 就對中華民國有一個使命 他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實踐 能夠達到他過去到現在 一直想完成的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 我真的不認為我們要幫郭台銘 找任何的一個位子 而且我也認為 他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 來幫他讓他自己達到這樣的一個層面 那你剛剛特別提到的政策層面 我也很希望未來在我們總統大選當中 各黨的候選人真的都可以鎖定 在政策上面的一個辯論 不要像一些太多的媒體 純粹是討論個人 他之間有哪些的爛杖 他之前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都是以人為出發點 那如果是以政策來說的話 我必須要說 大概國政基金會 就是我所屬的這個智庫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就負起所有的國政白皮書裡面 最要的一個所謂的推手 那所有的部分我們其實從三月 不管候選人是誰 我們都已經做好準備 只剩下兩個 就是剛剛大哥所提到的 一個是兩岸政策 一個就是所謂的能源 兩岸政策你必須要跟 在國民黨既有的基調之下面 你必須要配合候選人過去的言論 還有配合國民黨 我們從以前所堅持的一個價值 彼此之間要做一個磨合 然後做一些的修正 那能源政策我老實說 身為一個新北市長 你當然為新北市民在說話 核廢料如果沒有達到安全等等之類的 你當然有你自己的主張 可是當你變成是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你勢必要對全部的能源政策 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你這時候如果換了一個說法的話 我覺得本來就是位置不一樣 然後從能源政策裡面 你就可以看出民進黨有多少的破口 這時候提出一個非常完整的 核要不要 核應該就是國民黨認為說 我們要只是說以核養綠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的細節我們必須要焦灼 剩下部分我必須要說 我們都準備好了 就是說郭台銘 我想他一定認為 他從某個角度他什麼都有了 對不對 他的錢也不需要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定認為他自己 第一個 他在大陸他要了解大陸 他跟大陸可能某些領導 也有一定的交情 然後他也了解美國 他跟美國的政要也很熟悉 比如他之前可以直接登堂入室 到川普那邊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可能認為他是最適合 在美中台 中美台之間 他能夠穿梭 能夠達成的一個和平的防止贊助 我想他一定覺得他有一個歷史的任務 跟歷史的使命感 實際上過去30年他表現真的不錯 表現他不管在造勢 提出各種政見主張 雖然有時候會過一些 但基本上選舉我常常講 不要怕爭議 就怕沒爭議 爭議才有新聞 沒有爭議是沒有新聞的 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只是我是覺得說 他就想當總統 沒有總統才有權力 可以決定國家大政 副總統其實能做事很少 你不要以為副總統 很多人就勸說 很多人早就講了 應該合合 我說郭台銘不會去當 侯友宜的副手 侯友宜也不會去當 郭台銘的副手 你自己想 如果你有新北市長幹 你要去當副總統嗎 你要去嗎 對不對 就像當時 郭台銘上次要找柯文哲當副手 柯文哲也不要 我有台北市長幹 我幹嘛去當你的副手 當做主管跟做副手 差很遠的 做副手是主官有事情 跟你做 你做 主官沒有事情 你什麼都沒有 不要忘了 呂秀蓮當陳志明的副總統 還說他是深功怨復 好慘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真的當副總統 如果總統不給你事情 你真的沒什麼事情做 這是第一個 當立法院長 那是天下更無聊的事情 我告訴你 每天坐在那邊 立委可以來 可以不來 你還在坐在那邊 當然以前是 如果立法院要衝突 要打仗的時候找副院長 你不能天天找副院長 你當院長幹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立法院那個院長真的是 真的是 我認為從某個角度看 是浪費生命 真的是三個地方 行政院長當然是不錯 是最高行政所 但是我們的行政院長 今天又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權 對不對 我今天可以讓你當行政院長 我明天就可以不讓你當行政院長 對不對 當一個月 當兩個月 當三個月都不要 那也很沒有保障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一定要給他 這個送座都要他做什麼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不必 而且在那邊 你不如讓你回當了 他的運動 你不得自行 那你不可以讓你生命 你的運動 你不會太遠了 我 ignore你 我理由你 你的運動 你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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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